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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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喜欢吗 因为喜欢中文的麻辣 你们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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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很有特色 阿菲亚 你呢 曾菲亚 曾菲亚 我看到两位小朋友手里都拿了图画册 是吧 那其实我这边特别想要了解一下 你们是怎么和阿菲这个相识相知 然后帮他做了这个小作家的呢 我们认识哈 其实是因为我这几年哈 做那个书签售的时候 是他们的妈妈们老是在帮我就是义务的 然后呢 他们也加入了就是义工的团队 在书店做签售啊 帮我就是做义工 上别的小朋友家长们来介绍我的书 阿菲亚和阿菲亚都做了很多的帮助 对我的书的签售活动 然后去年我们在多伦多 有一个大型的书展在湖边 然后阿菲亚还特地去帮忙 那边做了一天的我们的图书展览和售卖 所以他们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感动 另外呢 像阿菲亚和阿菲亚 阿菲亚也一直和我一起参与过很多的就是读书活动 我们两个一起就是读我的故事一本书 所以呢 在这个和我的书的签售啊 各种互动的过程中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然后呢 同时也鼓励了他们 对自己的创作就是产生了更大的动力 那他们呢 就开始在妈妈们呀 和家长我们的鼓励下 开始创作了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创作 他们自己非常有趣 非常有意义的 有趣的 生动的这种故事 我们马上就是完成这些故事的创作 然后投入到后期的制作过程中 我们期待能在五月份 能让大家看到他们自己创作的 很有趣的童话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请 是不是请艾蜜莉她两位来介绍一下 对 我们从艾蜜莉开始 好 我们从艾蜜莉开始 我画的呢 就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花她不想要蜂蜜采它 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很 她自己对了 然后她觉得她自己对 然后呢 到最后她结果自己都不好看了 然后就跟蜜蜂成朋友 她自己更好看 这个故事 她是觉得自己原来很漂亮 所以她不想蜜蜂采它 对吗 对 她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 对 她一开始啊 写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就是类似于那种她这个年龄 就十岁嘛 看的那种 就是很长的小说 我有看 我说那些小说 可以作为后面的出版 因为长嘛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具体的去讨论 我说那你先写一个 这种小一点的童话故事 她自己就想了一个这种花 叫什么 Dizzy 是吗 Dizzy Dizzy 然后 为什么叫Dizzy 我就觉得这个很多故事都有 然后 我觉得是最simple的 如果我用一个像 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的话 他们就会很confused 不知道是什么花 对 她写的细节啊 就是很符合 这边的一个文化特色 就是小朋友的一些日常行为啊 就是不礼貌的言行啊 就是通过她的角度 她接触的这种环境 来很有对于这个更小的孩子 如果读到这个故事 很有教育意义的 就是这个花很固执 她怕自己 哎呀 这么漂亮 你被蜜蜂来了 就会把我弄到乱七八糟 漂亮了 对不 然后她就不肯 结果很多人劝她 周围的邻居 跑朋友都劝她 不行啊 你这个花粉是要采的 不采你就会不好的 因为必须通过蜜蜂 来采你的花粉 然后让你看起来更好 她就不要听 然后她这个 就是我一看到她这个故事 哇 我说这个想法和这个 就整个的中心的思想太好了 对对对 就特别能吸引我 我说真的比我厉害 她们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想法的 是 对 那你看 这个是她自己画的一个封面 她们她自己也能画了 对 但真的封面估计会比这个好看一点 自己人学画画的吗 嗯 喜欢画画的吗 喜欢 是 然后这是她的故事 那现在可以看看阿比亚的故事 阿比亚的故事 阿比亚的故事 她们两个故事 她挺有意思的 这个也是解的有关 是吗 阿比亚画两只小熊吗 对 对 你讲一下 有一个小熊 她的妈妈叫她买蜂蜜 蜂蜜 蜂蜜 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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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读了那个书的时候 她觉得不舒服 对 你不能说英语 然后她睡觉的时候 她有 内眠 有个小熊 她说那个 那种痕迹不好 也不好 也不好 你不好了 她没有办法 她就想了一个主意 她就去偷了蜂蜜 对吧 对 她刚才偷了蜂蜜 偷了蜂蜜回家 然后 因为她还要 妈妈要买蜂蜜 她买了书嘛 她就去偷人家蜜蜂蜂蜜回家了 偷回家以后 她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不舒服 她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她不诚实 又去偷蜂蜜 所以你可以给展示一下 给咪咪姐姐看一下 另外一张画 她偷了蜂蜜以后 是怎么样呢 挺有趣的 我刚才也有看到 这是一开头 她去买蜂蜜 对吗 她是去买蜂蜜的 然后她偷蜂蜜 后来她回家以后的那个图片呢 在后面一眼 对吗 好像还被那个蜂王缠住了脚 是吗 很认真啊 厚厚的一本都画了 她做的画的风格是那种comic 就是卡通的 嗯 就是那种风格 一块一块的 然后自己画的卡通图片 很有想法 对 你看每个都是自己写了很多 她 其实她自己喜欢写 不是现在的 是老早就自己写自己画的 是吗 是吗 写了好多 喜欢自己想自己写 对吧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找 我刚才也有看到 她放哪儿了 她在后面 对 然后自己回家睡觉 不 做了一个梦 对吗 刚才有介绍 在这儿 在这儿 找到了 父罪感的梦 对 你看 你看 你讲 就是那个 她有 nightmare about 那个 beast 因为她没有 那个 honesty 然后 她也 dream about 他去 jail 还 get arrested 然后 她也 dream about 那个 be carry 她 然后把他 hook that one 啊 她做了一个噩梦 就是蜜蜂过来 把她棒起来了 对 就是小孩子的想法 是很奇妙的 天马行空 对很奇妙 但是呢 又能说得通 就是在说这个孩子的 父罪感 产生了什么样的 不好的后果 对 对就是符合想法 那最后她把蜂蜜 还回去了吗 她还回去了 她还那个comic book 然后给那个钱 给那个蜜蜂 哦 她就把书拿回去 把钱换回来 又把那个钱还给蜜蜂 就是 还有一个很深的道理 就是要诚实 是 然后不能做坏事 嗯 要好好的 所以我很开心 对 就是说 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 签售活动啊 接触到这些孩子 然后给到他们鼓励 然后我们为他们提供这个平台 那让他们能有这个展示的机会 真的是很开心 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 好的 谢谢艾可 那在节目最后 艾可有什么想对这些 有梦想要去成为一个作家 或者成为一个小画家的孩子 会说的吗 对我们就想说 作为施开奇出版社的负责人 是 我和我的团队 还有一些义工啊 妈妈们一起 就是能期待更多的小朋友 我们在这里等着 给他们帮助 好的 让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给更多的人 更多的孩子分享 好的 谢谢艾可 也谢谢今天的两位小朋友 做客我们节目节 谢谢电视频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大家拜拜 再见 拜拜